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休息一下 就会好些 它颈部疼痛的特点 是有固定的点痛的 还有一个就是后仰的时候出现一个疼痛 伴随左右转脖子时 转到底的时候会有痛点 这个患者每次按摩之后 就会好一点 当然了 它这个颈椎不舒服 它做了很多的检查 包括颈椎的X光片 CT 磁共振 都没问题期间它也做了针灸 推拿 火罐 拔沙等等 都没有缓解 总是容易反复发作 你的颈椎病是这样子的吗 有没有固定的痛点 然后在肌肉骨骼的里面有痛点 你触摸不到 二 为什么你的这种颈椎疼痛反复发作 治疗没有效 一 你没有避免不良姿势 你出现这种颈椎疼痛 转到某一点疼 这个情况下 你肯定要纠正你的姿势 如果你不去纠正你这个姿势 即使你治疗好了 也会发 所以 姿势的话是第一步要纠正好 二 你有可能没找到疼痛的原因 颈椎的疼痛的原因 虽然也很多 但是不外乎颈椎的关节和肌肉 要有医生帮你找准那个颈椎关节或肌肉出了问题 当你找准这个的话 你的治疗相对来说 就会简单很多 三 治疗多但是不专攻你的颈椎病 你也许会做很多的治疗 也会吃很多的药 我之前碰到那个老人家一样 把那个袋子一拿出来 一个颈椎病吃了二三十种药 其实颈椎病的治疗中 要有一个为主打的治疗 然后扑住两到三个治疗就可以了 三 长期打麻将 如何两次治疗缓解疼痛 这里 分享一个我前天治疗的一个患者 他是我的一个远方亲戚 介绍了他来找我看颈痛 十年的颈椎病患者 他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是在后勤 那他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是典型一个仰头 颈椎里面痛 然后左右转动脖子明显受陷 然后转动的过程中会有脖子的疼痛 因为我跟他检查评估时 他颈椎确实有蛮大的问题 但是的话 因为现在这种疼痛程度 你肯定需要用些方法 把他止痛 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评估 我发现他的问题 主要出在第一个胸膛的前面肌肉出现问题 第二个就是他肩甲提肌 以及胸锁乳突击存在问题 我的治疗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扶针 考虑他不能专门来 所以说这种治疗 相对于是比较好的我做完当天的话 他的这个疼痛就缓解了至少80%以上 然后昨天又给他做了治疗了一次 基本上那个疼痛的效果 疾痛的效果还是一直维持 就是深层的肌肉还是有一点点疼痛 因为他有一点点怕针运针 整体而言 他的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十多年的颈椎病 非常喜欢打麻将 四 治好颈椎病 对他有什么好处 一 工作于乐 两不误 他的这个疼痛缓解之后 他的工作是不是不受影响 本来他是去住院的 但是他这样缓解之后 他就不用住院了 虽然这个不提倡 他继续去打麻将 但是适当打一打 应该来说对他的影响不会很大 二 不再忍受疼痛的一个折磨你怕痛吗 当你很痛的时候 那么你肯定是非常的难受 所以你总是在千方百计的找好医生 找好治疗方法 那么这个疼痛缓解之后 你是不是减少了很多痛苦 三 少花钱少走弯路 我相信你 可能看了很多医生 也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你的这个疼痛 依然没有治好 因为你没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没人给你去做这个疼痛的一个评估 这个患者 他来做了两次治疗 收费的话也不贵 所以大大的减少他的一个花费 基本上不用花什么很多钱 而且有效果五 经椎疼痛如何正确 有效的治疗一 找到患病的关节肌肉 你这个病要治疗好 首先你要找到他的问题所在 如果你没有找到他的问题 你是不是一脸茫然的在 做治疗就像你买药师一样 别人说这个药能吃好 你就买这个药 别人说那个药能吃好 你就买那个药 结果仍然没效 所以其实的关键 在于你找到了你的颈椎病疼痛问题没有 是哪个关节哪个肌肉的原因 只要你找到了治疗起来肯定会有效 二 扶针治疗对于这种疼痛的颈椎疼痛 我喜欢用这个方法 因为第一个 他的创伤比较少 第二件效快 第三个的话 就是说不用什么时间 应该很多地方有这个治疗 但是这个医生一定要专业 一定要专门在这个方面有专攻 他不仅仅会扶针 他还会知道怎么去找有问题的关节肌肉 三 避免不良姿势任何的治疗 都离不开你这个不良的姿势 如果你不去避开它 即使你再做治疗 我相信你也会今天做完之后 明天就发 或者说你这个颈椎病反反复复的发作 其实这也是一个根源所在四 加强锻炼我的文章 都提到你加强锻炼 因为锻炼的话 不仅仅是提高你的全身的一个面移力 还有一个 就是说它可以放松你的颈椎 你的锻炼 最好的情况 就是你的额头或者颈部出现了 微微出汗 这个程度就基本上是不错的 在以前的文章 我说了很多次锻炼了 游泳和跑步这两个是最好的 我说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